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20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斯比港 同巴新外长特卡琴科共同会见记者式重申 中国一贯反对在本地区制造阵营对抗的行径 另外王毅又呼吁联合国尽快接纳巴勒斯坦 纠正历史不公 王毅表示岛国是岛国人民的家园 不是任何大国的后院 美国拼凑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执意在这一地区引入核潜艇开发 违背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宗旨 引发严重和扩散风险 最近还巧立名目试图拉拢更多国家加入 中国一贯反对在本地区制造阵营对抗的行径 因为这同岛国的迫切需要完全不符 也与世界的发展潮流背道而驰 另外王毅又表示 国际社会对美国竟然在安理会独家否决巴勒斯坦 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 感到极为不满和失望 指联合国尽快接纳巴勒斯坦 是纠正延档已久的历史不公 是每一个联合国会员国都应履行的国际义务 美国公然再次站在国际道义的对立面 站在国际社会的对立面 在历史上又留下了极不光彩的记录 王毅强调 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 不应是巴以谈判的结果 而是给予巴勒斯坦平等的谈判条件 是迈向两国方案的重要一步 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 不是时机还不成熟 而是正义迟迟没有到位 指美国既然声称支持两国方案 就请拿出实际行动来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